大家好,我是阿達 今天為大家先介紹這個 這個叫做卡古包 現在是在木製的平台上 在木製 它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背包 就是說它是解決很多機車主的 日常生活通信所需要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 暫時有擴充 它其實是前後兩個背包 前面這個背包是做什麼用的呢 再把東西拆開來 它這樣子再結合背包 它一樣是個獨立可以背包 它本身呢,你只要把拉鍊打開來 它裡面可以放一個安全帽 你可以放雜物 像這樣子把拉鍊拉開 就可以放一點全罩式安全帽 是綽綽有名的 它還有附贈這些掛勾 你可以把它勾在你的機車上 像很多重機呢 它是沒有支付空間 你可以把它勾在車上 然後就可以跟這個卡古包去做結合 而且它本身 這個背包本身也是一個防水的 所以你掛在外面 風吹雨打 安全帽也不會撕掉 這樣相對來講的實用性我講 那另外呢 這個背包 它跟它拆開來之後 它這裡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公式包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的空間是很大 然後拉鍊也很多 然後裡面夾成也很多 你可以在裡面放影片 放點文件啊 甚至在使用 而且它分開來 它本身又可以 也可以背 那也可以結合之後 直接背走 所以 它對機車主來講 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 複合套件 你只要這樣子 一個放安全帽 你譬如說沒有安全帽呢 安全帽放在置物空間裡面 它這裡本身 也可以塞很多東西 譬如操上來的東西 放著 這樣子 就跟它結合 兩個背著一起走 非常方便 不然就是 無力掛在機車上 然後就是當你的置物包 然後放在機車上之後 你就騎著走 對這種技術來講 也很方便 我覺得 這個卡普包 是一個相當有創意 而且很適合 都市 年輕人使用的 這個背包 謝謝大家